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霸达老王,我邀请他来到我的邦室 然后告诉老王,我就是上帝 老王却以为我是神经病 于是,我们玩起了猜寿字的游戏 我让老王代替我当几天上帝 老王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是 获得神力的老王开始搞事情了 并且在街上猥琐一围 扣开女生群顶 调换名牌服装店的低妇 这才曾经欺负他的流氓 为了扫碎花开心 展现了夜空 我机会负墅 今天的装饮是我 不仅如此 老王还用神力制造了一大堆新闻 他让以前捉弄他的同事老白当初出丑 导致老白丢了工作 并曾经上位 很快老王就成为了人人皆知的新闻名人 但上帝的工作可不光只有爽而已 我将老王达到竹目喇嘛风 告诫他要用神力去帮凡人们解决问题 没想到老王为了省事 居然用一件同意的方式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终于老王迎来了报应 他跟女同事不可描述之时 在翠花装了个正着 于是愤怒的翠花直接被老公掰了 我告诉老王神是不能改变人的想法的 不信邪的老王试图用各种怪招来挽回翠花的心 可惜翠花就是不想他 而小镇也以为老王滥用神力转成了一锅粥 绝望的老王只能向我求助 我告诉老王上帝的责任就是用心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说通俗点就是说好了要到上帝 就是慧者要把他做好 老王被我感动了 确定用心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但老王始终没能挽回翠花的心 他在看到翠花的伤心模样后 崩溃地向我跪求帮助 看着还挺感人的 咦 哪来的卡车 最后老王来天堂和我见面 我答应老王实现他最后一个愿望 老王说希望翠花找到真爱 这么急嘴的愿望我也是难道没办法 我只好叫老王复活 并送他回去和翠花过上不肯描述的日子 最后我想问答一个问题 假如让你当一天上帝 你会做什么事呢 欢迎在频道区有下个想法 喜欢听一版讲故事 不要让下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